360度旋轉舞台不斷旋轉 舞者在舞台上或停或跑 相互拉扯擁抱 这是编舞家黄毅最新舞座 《长路》的精彩片段 呈现漫漫人生长路中 你我所经历的心境路程 黄毅说 随着年纪越来越长 开始经历亲友生离死别 让他对人生有更多感触 《长路》舞座描绘的 就是一个人从小到大 漫长人生中所经历变幻莫测的机遇 整个人生的历程中 我们就把它绘整在这个旋转舞台上面 这360度里面 然后所以有时候这360度 我们的时钟原本是正转的 会突然反转 回去跑向我们过去的时间 去回到过去 然后再从童年开始 黄毅向来擅长利用科技融合舞座 《长路》中的旋转舞台 就是透过程式设计 精准掌控舞台旋转的速度 以及哪一秒钟该停下来 黄毅还运用数位旋调系统 让舞者升高降落或倾斜 呈现不同时候的心境 舞者就像在跑步机上 一边跑步还得一边跳舞 考验相当大 其实很紧张 可是要表演出 好像没有那么慌张的感觉 但就是眼睛啊 什么都要打得很开 要关切所有在台上的 因为在转的过程中 有时候稍微遗失掉 那个正前方的时候 你就会完全误认为 后面是你的正面 但其实它就会完全反 所以专注力跟所有的体力上 我觉得都是很大的考 《长路》是国家表演艺术中心 三个场馆共同制作计划 2月中旬在国家戏剧院 世界首演后 未来也将到国外巡演 《长国民台记者》 《长云江昭伦》 台北采访报导